不斷生種不斷的 這是總說的 這是總說 這個下邊是別說的 別說 先說這個六波羅蜜 通常說 這是大乘佛法 法無上菩提心的大菩薩 他就學習這六種波羅蜜 自己修學六種波羅蜜 增長倒立 同時也廣度眾生 所以叫做六波羅蜜 用這六種方法教化眾生 這個便有坦諾波羅蜜 坦諾就是不施 施諾就是戒 禪題是引辱 霹雳也是精進的意思 坦諾波羅蜜 我們一般說就是施禪 舍界施禪叫做坦諾波羅蜜 坦諾 坦諾就是無漏清靜的智慧了 這個坦諾波羅蜜 我們要能這樣學習 能得大富 能得到很多的財富 這個坦諾波羅蜜 這個坦諾波羅蜜 施諾波羅蜜 我們能吃戒啊 諸惡莫作呢 你就能得到銀身 或者天的身體 不會到三個道去 全體坦諾波羅蜜 這個銀呢 這個銀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啊 你能夠不施也好 你能持戒也好啊 但是並不保證啊 一切都是如意的 就還會容易啊 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那麼我們學習佛法的人呢 遇見這種事情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要隱 要擁隱 要擁隱這件事 你不能 你不應 不要因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 就是放縱自己的稱心 不可以 调伏自己的稱心呢 叫它減輕 叫它沒有 這個事情怎麼樣處理啊 是應該用智慧去處理 不能用稱心來解決問題的 這個稱 這個引 佛法提倡引呢 就是你不要憤怒 你心裡面不要憤怒 你心裡面不要憤怒 把心靜下來啊 用智慧處理問題 這叫做引 不是 不是說是 說這個引啊 太老實說 欺負 不是這個意思 是 佛陀的智慧的觀察啊 因為引與引之間 引與世之間 這個不如意的事情出來的時候 你不可以憤怒 你要心靜下來 你心靜下來去處理問題 這叫做引 這個引是這樣意思 引是這樣意思 當然這個引是和智慧相應的 不是糊裡糊塗的引 不是不是 不是 所以世界上啊 所以那個引老實 老實很遠要啊 那個聰明人呢 那個力量大的人呢 就一路那個 這個那個笨引 笨引呢 感覺到我鬥不過他 我要引一引 佛法說引波羅密 不是這個意思 佛法引說這引呢 就是不管什麼情況 不要憤怒 不要憤怒 你心裡面靜下來 用智慧觀察 這叫做引 是這樣意思啊 我們說這個 看這個史記上啊 韓信呢 受垮下之辱 還要之辱 韓信這個人呢 當然不是簡單的人 他 我們讚嘆這個張良 是運籌 維吾絕勝千里 我因為韓信也是同樣的 心裡面那個事情 他有廣大的智慧的 不是一般平常人 他受人的賄賂 他的想法和一般人不同 我因為韓信呢 他前半生啊 的確有可學習的地方 這個人 他做了華顏侯的時候 以前受垮下之辱 那個少年呢 他就把他找回來 找到他呢 給他個小官做 我因為這個人 有一點 韓信還是有一點的 是不同的 我一般人 你以前賄賂過好 我現在一下子 撒掉你 姐姐恨 韓信不是 韓信還有這個心量的 但是他那個言辱啊 和佛法說的言辱不同 他不是 那是世間上說他言辱 佛法不是 佛法是有智慧 心裡不憤怒 你怎麼樣的賄賂我 我心裡不動 心裡沒有稱心 心裡沒有稱心 也沒有高慢心 是那個大人啊 受小孩子欺負一下 心裡笑而自自 就是我不和你一般見識 但是心裡瞧不起你 這不是言辱 佛教是一種大智慧境界 這個波爾波羅蜜經 這個波爾波羅蜜經 我們現在學一些 波爾波羅蜜經 如果你有時間 你全部讀一讀 就會說明 什麼叫做癮 他會說得很清楚 這癮波羅蜜 霹靂野波羅蜜是精進的意思 就是不斷地修效散法 不間斷地修效散法 那麼這叫做精進 如果說我修效了 我發心了 我打念佛七天 三天我走了 我不打念佛七天 那就是這件事沒做成 有始有終地把這件事做好了 這有精進的意味 但是佛法說這個精進 又不至於此 就是不斷地修效散法 都能做成功了它 那麼叫做精進 這個癮波羅蜜 你就是修癮癮 修癮癮 有世間癮 有佛法的初世間癮 現在這個癮波羅蜜 你包括世間癮在內 還有初世間的癮的妙法 這是不同的 這個波爾波羅蜜是一種智慧 所以說前面這個 施羅波羅蜜 這個 殘體 坦諾波羅蜜 癮波羅蜜 這都是修佛的境界 修佛 修佛的事情 這個佛這句話怎麼講呢 就是有可愛能得到可愛的果報 就叫做佛 比如說是我餓了 我就有可口 我有飯有菜 有可口的 這個飯 菜 使令我解決這個飢餓的問題 我有天氣冷 我有好的房子住 這個房子住 我又不冷 熱的時候不熱 使令我很舒服 這都是屬於福的境界 這個福的境界 簡單說 還是生活上的問題 在生活上 有美滿的享受 人間有福德的人有這個事情 天上的人更不要說了 這都是福的境界 這個禪波羅蜜和波爾波羅蜜是什麼 是思想上的問題 是思想上的問題 思想上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這個禪呢 是解決慾的問題 我們陰間的人呢 都有慾的問題 各式各樣的慾 睡眠也是慾 隱私也是慾 還是男女的慾 各式各樣的慾很多 都是慾的問題 但是最重的就是男女的慾 要是修禪呢 能夠解決這個慾的問題 能解決 世間禪也就是這樣 能解決這個慾的問題 所以就得到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了 那沒有慾的時候啊 這個人高明 高明的多了 就是高明 因為世界上啊 就是和古代和現代一樣 我們從歷史上看呢 乃是國家的命運呢 都因為慾的問題破壞了 因為慾的問題破壞了 因為慾的問題破壞了 現在的人也是一樣 也是 不能說比古人好 我不見得 但是要得到慾呢 就心裡面沒有慾 這個沒有慾的人 叫做梵 梵天這個就是一個 零 雙木林 加個梵 平凡的梵 中國話說梵是什麽 是靜的意思 是清靜的意思 是清 離了慾 沒有慾的那個人呢 他看我們有慾的人都是無言 他是清靜的 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我們有慾的人 我們不敢叫慾是仰無 我們歡喜慾 我們不敢叫是仰無 但是已經離了慾的有禪的人呢 我們中國的這個書上有記載 就是有所謂神仙這件事 按佛法來講 你得到了禪的人呢 就可以明知為神仙 就是神仙 神仙為神仙 他修成成功了 雖然他還是人 但是可以明知為神仙了 可以明知為神了 他要死掉了 如果神仙貼上去 那就捨些天上的人 不是人間的人了 這個波爾波羅密也是大智慧性的 能破出去 各種很多很多的煩惱 不但是預料 通通都破掉了 是那個心裏面 究竟清靜 究竟自在 究竟安落了 這個波爾是這樣意思 這樣說 這是兩件事 這個 精靜波羅密啊 也通於 潭諾波羅密 通於斯洛波羅密 通於 傳體波羅密 也通於 潭波羅密 也通於 波爾波羅密 你修小這樣的善法 都是要精靜的 這個 這個 這樣說呢 這個 潭諾波羅密 波爾波羅密 是思想上的清靜 這個 潭諾波羅密 斯洛波羅密 這是我們的生命體 比較安落自在一點 就是一個福 一個慧 四樣意思 但是這個 服務啊 圓滿了 但是啊 未必有禪 有智慧 我們現在啊 這個 我們看這個 銀進拉法師的文章上啊 有一句話 福報狂 智慧荒 哎呀 這話說得很好 就是 我們現在的 世界上的人啊 世界上的人 連國家的政府 領導人 國家的領導者 全世界的 國家的領導者啊 他領導國家 向哪地方去呢 就是 就是要經濟搞上去 就是追求經濟的繁榮 這就是追求福報嘛 就是追求現實的 生活上的安落 就做這件事 這是社會上 一般大陸都是這樣子嘛 好 那麼我們佛教徒呢 我們佛教徒幹什麼 我們學習佛法的 這些佛教徒 南山佛教 他們在幹什麼 我們或者不說他們 就說我們 漢文的佛教 我們在幹什麼 我看我們佛教徒啊 也是這麼回事 也是福報狂 就是 努力地去追求福報 還是做這件事 怎麼知道呢 比如說是 有人說 今天我們各地 追求講演 這個 另一個專題 講演 就是 富貴 擁華之道 或者 健身之道 或者講究風水啊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人來聽 很多很多人來聽 為什麼這麼多人 願意聽這個題目呢 就是 他就追求福報嘛 他的目的是追求福報 如現在說我們要傳誡 讓你三規五界 修小失散 不可以作惡 恐怕來做這件事的人 不是太多 我要自由嘛 你怎麼可以拘束我 就是 所以這個 追求福報的人呢 特別多 而 學習智慧的人 不是很多 但是這件事 追求福報也沒什麼不對嘛 也是對的呀 我們生活好一點也好嘛 穿的好一點 我們乘的車也好一點 做的房子也好一點 也沒什麼不對 也是對的呀 對可是對 其中還有個重要的問題呀 應該注意 因為這個福報這些事 是個資末的問題 根本的問題是思想 根本的問題是思想 思想的問題呀 雖然是 我們這個世界上 有的時候經濟繁榮了啊 大家的生活和安落很好啊 但是因快樂嗎 因快樂不快樂 我感覺人不快樂 因是不快樂的 我們一般人呢 想想買個房子 也不能買 想要穿好衣服穿不到 我們一般人 我們這個不說 就說那個富貴的人 他快樂嗎 我感覺他不快樂 他還不如我們心自在 要我看 他沒有我們自在 那麼這表示什麼呢 說是經濟繁榮了啊 還沒能解決問題 還是沒能夠 那麼怎麼樣才能解決問題呢 要思想上的問題解決了 才是解決 才能 才是安樂了 我們從什麼地方可以知道呢 你譬如說是 在深山裡面去 看老修行在那住 他如果得到禪定了的話 或者接近得到禪定的話 我們別人看呢 他在深山裡面的生活條件 能有能感受我們嗎 我們這裡 熱的時候有冷氣 冷的時候有暖氣 你看這個生活就好得多嘛 他有這件事嗎 在深山裡如果看沒這件事 除非特別社會上有錢的人 他在深山造房子 也可能有這個設備 一般來的老修行在這件事沒有 所以我們看他很苦 他的生活很苦 但是你知道他內心怎麼回事 他內心比你快樂 你不能感傷他 你不能感傷他的 你不能和他比的 他有什麼快樂呢 他保持一年的慾放下了 他內心裡面有慾 所以是快樂的 所以是快樂的 所以不要說有般若 光是有慾就是阿樂 但是有慾沒有般若的時候 還是無常的 還會死掉的 要有波爾波羅密的智慧的時候 你 他能落實永久的了 永久的安落之在 所以從這個地方看 我們追求福報啊 福報狂啊 不要狂 你夠悠就好了 拿出來一部分的精神啊 你去追求波爾波羅密 解決內心的思想問題 所以內心裡有什麼問題 就是貪嗔痴 就是這個問題啊 貪嗔痴 你有貪嗔痴就是你心不安 所以那個福報很大很大的人啊 他的財富很多很多了啊 他在心裡面還是貪 還是不如 還有嗔痴痴 他那個嗔痴 他那個嗔心比我們還大 他還是不安 還是有問題 我們現在的人呢 一樣沒有差別 這個古代的那個國王啊 大富貴的人家 你在歷史上看呢 他的苦惱比一般人還苦 我們說那個誰啊 這個晉朝的時候 有個綠豬 你們知道這個人 有個綠豬 他的先生叫什麼名字 師從啊 師從 因為什麼師從那個富貴不得了 他的貴富財富還得了啊 他怎麼死的 就是因為綠豬 綠豬是他的愛妾 他有他的苦惱 就是 這個師從是被政府啊 是孫秀是做相 當時有個趙王抓住政府的權利 他們兩個人呢 把師從帶不了 就殺掉了 綠豬聽說他死了 他跳樓死掉了 他就跳樓死掉了 所以追求財富啊 雖然也是好 也是好 但是內心的思想問題啊 不存在 沒解決的時候 你隨時都有苦惱 我們說那個 我們說那個 這是話說的 我們說三國志 三國志說到這個 董卓 但是這是我看三國志演藝上啊 這個 叫王什麼 把這個貂蟬呢 送給董卓了 但是暗暗地取個禮物了 造成個矛盾呢 所以這個 董卓發現了啊 就不高興這個 呂布了 所以呂布 一下子把董卓殺掉了 這也是因為女人的問題 就是因為玉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我相信這件事要是 曹操就不會這樣子 曹操要發現這件事 把貂蟬送給呂布 他不會像董卓呢 但這是我這麼推測呀 曹操是不是能這樣 那還要再想一想 所以我們一般人有 有的問題 國家的領導員 大富貴的 一樣有這個問題 一樣都是苦惱員 一樣有很多的苦惱 一樣有苦惱 雖也是有很多的負 有很多的財富了啊 還是很苦惱很苦惱 所以從這個事實來看呢 我們不要做福報狂 你拿著一點精神 慈善啊 學習波爾波羅蜜 解決內心的問題呀 解決了以後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老命死也解決了 你就是聖音了 所以佛法 釋迦牟尼佛啊 我們釋迦牟尼佛 來的世界上 宣揚佛法 主要是宣揚 波爾波羅蜜 但是 人世間的 現實的問題 也不能不解決 所以還要說 彈波羅蜜 還有斯洛波羅蜜 殘體波羅蜜 霹雳也波羅蜜 還是要說這個 這樣說呢 你也要修福 但是也要修智慧 而學習智慧 這個問題是更重要的 是更重要的 是更重要的 世界上有六波羅蜜的法門 出現世界 因此 事念處 乃至十八不共法 事念處 這裡就是乃至 就是 事念處 事勝勤 事如意如 無根 無立 七角之八正道 是三十七道品 這三十七道品呢 就是 小乘佛法 六波羅蜜 可以代表 是大乘佛法 三十七道品呢 代表是 小乘佛法 乃至十八不共法呢 那裡面還有 事無外辯 乃至到 事立 事無所謂 這都是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 也都出現世界了 是 菩薩道 極限於此 這個菩薩道啊 就是前面這個 六波羅蜜 三十七道品呢 也通於菩薩道 三層 三種佛教徒 生文生 彼之佛生 菩薩生 都共同地要學習 三十七道品 通於 不但是小乘 但是要六波羅蜜 去說大乘 那麼三十七道品 姑且就是 說是小乘 也可以這麼說 或者說 把它完全屬於 大乘佛法 那就是 都是菩薩道 接現於是 接現於是 這樣的佛法 都出現世界了 好 是 虛德煥國 虛德煥國 阿諾煥國 阿諾煥國 必知佛道 佛道 虛德煥乃之佛 普現 於是 這個虛德煥國 虛德煥國 阿諾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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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 這說什麼呢 是說呀 修曉 六波羅蜜的淫 修曉 三十七道品 的這些淫 呢 說他們的成就 他們成就 所以也是 法 也是在法上說的 這個虛德煥國 就是斷了 這個 身見 借取一这三种烦恼 断了这个烦恼 也见到无为的真理了 但是啊 这个欲还没除掉 欲还没除掉 四周韩国就是二国 叫这一往来 他把欲借的烦恼啊 去掉了九分之六 还有九分之三 没有除掉 所以还要受一番生死啊 才能够超越欲借 得阿罗汉国 阿罗汉国呢 就是翻中国话是不来 就是把欲借的烦恼 九分烦恼 全部的熄灭了 全部的灭掉了 他就升到舍戒天去 得阿罗汉国 而阿罗汉国呢 就是三国圣人 把舍戒的烦恼 无舍戒的烦恼 也都消灭了 这时候就是阿罗汉国了 这是也是在得到圣人的功德 这是在法上说的 必知佛道 必知佛就是无佛 世界上啊 没有佛 没有佛法的时候 这个人呢 无私自物 不需要有世上的教导 就自己 看见花开花落 他就明白道理了 他就 教了这个无常无恶的道理 也可能立刻就变成了笔之佛 也可能要修行一段 那么得 就是得笔之佛道 有种种的神通道理 这个道这个字啊 是从此自彼 叫做道 有一条道路 从这里那个道那边去 那么在现在这里是说 修行的时候 由因治果 那么叫做道 就是通于因也通于果 是这样意思 这必知佛道 佛道 你发无上菩提心 以后修晓六波罗密 由凡夫的菩萨 进入到圣位的菩萨 由小菩萨 进入大菩萨 由幼身菩萨 进入到法身菩萨 乃至到无上菩提 那么这就是佛道 所以前边呢 这都是要法说的 这个徐德华乃至佛 这是要因说的了 要因说的 普现于是 要是世界上啊 由般若波罗密多 法门流行的话呢 世界上就有这么多的事情出现 总而言之 有佛种不断 法种不断 生种不断 别而言之 有小成佛教 有大成佛教 都出现世界上 世界上学习佛法 就会得胜道了